教育勞工就是保護企業 就是因為我們勞工朋友的努力 這樣在各個國家才可以不斷的前進 而且創造了很多讓人驕傲的成果 我們在台股的指數 外銷的訂單 在在都顯示 台灣正在變好 而且是越來越好 我們上任以來 我們的基本工資就調漲了4次 這是有史以來的一個政府 敢年年漲基本工資 未來勞工朋友 如果遇到有勞資糾紛的話 需要打官司 不但訴訟費用很減免 還會有專業的勞工法庭 讓大家更有機會 來爭取自己應該有的權益 我們要一起再繼續努力 把我們台灣的產業做起來 而產業裡面最重要就是我們勞工 我們要跟勞工朋友在一起 再創台灣的產業融解 樂工大團結 支支援英文好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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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